事实上,梅艳光70年代末开始,就已经活跃于香港娱乐圈了,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中客串龙套角色,但是这段龙套历史,被粉丝们一臂带过,要么美之名乐客串,要么直接声称起北八二年出道, 事实上,梅艳芳八二年歌唱比赛获奖之后,也没有红起来,而是坏女孩专辑以放当形象面试后,早成社会争议才走红的,那我们现在看看梅艳芳光荣的龙套历史吧,数据不完全80年左右, 在多部亚势力的电视中出演龙套角色,具体数目不详,电影《女娲行动》梅艳芳梅艾芳,电视剧在卫太平山电视剧,五小弟女花电影《书吃缩制》,出演龙套角色,欢乐叮当,梅艳芳出演龙套角色, 《珠海小熟》梅艳芳出演龙套角色,一分钟,电影《表错七日情》1983出演龙套角色,四分钟,电影《疯狂》83出,近几秒钟的龙套角色,年轻时候的梅艳芳梅艳芳弹出道就是, 在夜总会唱歌遭小流氓骚扰,我爱过好长一段日子才有了自己的风格,梅艳芳日前爆出,自己进入演艺春衣式的成年就是,所重其新人不好做的论述,梅艳芳是在与新人肖正男谈话期间说上述话的, 他开诚不公的先提到小正男的唱功,有待改进,应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,他对小正男说,我参加新秀比赛出来,别人也说,我是徐晓峰第二,不需要介意,也要慢慢摸索,张国荣也挨过一段日子才有自己风格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